看到它的這些樹,它是小枕木薑紙,下面還有蕨類,蕨類會長在乾的地方還是濕的地方 那我們大陸山這邊不是比較乾嗎?為什麼它會長蕨類? 因為在溪谷的環境就比較潮濕 第二個,因為樹遮起來之後,它底下有沒有看到很多的樹葉? 這些落葉的腐蝕質質就可以涵養我們的水分 所以森林是水的故鄉 是因為整個森林裡面,超過一層一層,當它下雨的時候 這些水就可以涵養在我們的土壤裡面 如果森林不見了,這些水就會直接衝到我們山下,就是我們家住的地方 在大陸的地方 原養